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981章 我这次来金家主要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来拜会拜会我的舅舅金河 你知道的 在我们西江市 天大地大舅舅更大 朱许诺说道 朱许诺一直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听到他的这句话 我也不觉得意外 这第二件事 我便是想在我妈妈从小生活过的地方住一晚 感受一下妈妈的气息 顺便问问舅舅关于我妈妈的事情 朱许诺和我一样 都没有感受过一天的母爱 不同的是 朱许诺的妈妈已经不在世上了 而我的妈妈虽然在世上 却嫌弃我是一个傻子 18年了 从来都不曾关心过我 恐怕今天你见不到你的舅舅了 我摇了摇头 不再去想那些伤心的往事 为什么 舅舅有事出去了 还是 朱许诺不解的看着我 问道 金家的的事情不是我三言两语能够和朱许诺说得清楚的 我原本想要把朱许诺送到金言尔哪里去的 可是就在我要开口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朱许诺的肚子有些鼓了起来 看起来就像是怀了四个月的身孕一样 而且那肚子还动了动 看起来就像是胎动一样 看到这里 我便再也忍不住了 开口问道 许诺 你肚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哎呀 差点忘记了 经过我提醒的朱许诺连忙将肚子里的衣服拉了开来 接着我便看到一只灰色的大花猫一样的动物跳了出来 直接扑到了我的怀里 小皮球 小皮球高兴地在我的脖子上蹭来蹭去 还要伸出舌头来舔我的脸的 要知道 小皮球的舌头可都是带刺的 被它这么一舔 怕是肉都要撕下来吧 我脖子后仰 连忙了小皮球 说道 不能舔 不能舔了 小皮球这才停了下来 就在我和小皮球喧闹间 朱许诺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只听许诺说道 剑青哥 你知道刚刚那打伤黑鬼的天雷是怎么回事吗 我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我看到了 朱许诺抬起头望着我 说道 我看到了 那不是天雷 而是一个穿着白衬衫西装裤的男鬼 是他丢下了一道法旗 那雷火就是那法旗引起的 听到朱许诺的这话 我就愣住了 我抱紧了小皮球 紧紧地望着朱许诺问道 你看清楚了那男人的样子吗 这倒没有 朱许诺说道 咚咚咚咚 就在我们说话间 从金家别墅一楼大厅之中 响起了一阵古老悠扬的钟声 钟声响了足足十一下 说明晚上十一点到来了 十一点 晚上十一点 你来一号房间 会有人带你去找高队长的尸体的 猛然间 我想起了林剑石 今天和我说的话 我下意识地就转头朝着金家别墅后面的员工楼望了过去 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982章 我看了看前面的员工宿舍楼 又回头望料望别墅外面那成百上千只恶鬼 门外那几千只恶鬼 此刻都围着地上打滚的那黑鬼看着 黑鬼滚了几圈以后 身上的大火就熄灭了 接着只听啪哒一声 一根拇指粗细的木炭从黑鬼的身上掉落了下来 咻 木炭刚掉落在地上 一条长蛇修的一下就将那木炭给卷了起来 我顺着舌头收回的方向看去 只见那卷着木炭的长蛇鬼将木炭放在了两眼之间 疑惑地望着 法奇 长蛇鬼一眼就认出了这黑色的木炭 然后将木炭一甩 愤怒地瞪着别墅里面的我 说道 我们被耍了 这根本是天罚 呜呜呜 知道真相的众恶鬼 纷纷地抬头 咆哮了起来 鬼耍人人会害怕 人一旦把鬼给耍了 鬼就会变得无比的愤怒 不将人给碎尸万段 绝对不肯罢休 牵鬼旗袍的威力可十分的大 这一千多个鬼养头咆哮的时候 别墅外面的那些鬼树 也纷纷疯狂地舞动了起来 外面的天空瞬间变得乌云密布了起来 但是奇怪的是 外面的乌云根本就进不到别墅的上空 以别墅为墙为界 外面乌云密布 而这一块则是一望无际 可直接看到星空 只不过在这一望无际的天空正中间 悬挂着的那轮血月 让我宁愿待在屋子外面 也不愿意待在这屋子里面 呜呜呜呜呜 别墅外面的那些恶鬼越叫越凄厉 身上也开始冒出了蒸腾的鬼气 片刻之后 我已经分不出外面那是鬼气 还是夜晚的雾气了 剑青哥 我快受不了了 在众鬼凄厉的尖叫声中 朱许诺捂住了耳朵 表情痛苦的冲着我喊道 我这才意识到这些鬼想要做什么 他们虽然不敢进来 但是可以用这凄厉的鬼叫声 震散生人的魂魄 一两只鬼的叫声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多了的话 自然就有用了 望着无比痛苦的朱许诺 我连忙将朱许诺抱入了怀中 帮他一起捂住了耳朵 而我之所以不怎么被这鬼叫声影响 是因为我的八字之中带有天一星 天一星乃神煞之星 天然免疫一切神煞 更何况是这些怨鬼 好痛 头好痛 随着那凄厉的鬼叫声越来越大 紧紧捂住的耳朵的朱许诺 身体疼痛的开始打站了起来 吼 就在朱许诺快要受不了的时候 一声如洪荒猛兽一般的吼叫声 从金家别墅之中响了起来 不知是声波的作用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腰间挂着的鸳鸯 是铃铛铛铛的在这吼叫声中 发出了清脆又急促的声音 别墅之中的吼叫声 瞬间盖过了门外的鬼叫声 那数千只鬼 一下子就被震慑住了 全都停止了吼叫 静了 死一般的寂静 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983章 此刻天地间 除了我的耳窝 由于后遗症 还发着呜呜呜的声音之外 别墅内外 已经没了半点声音了 甚至连夏日的重鸣声 也都一扫而空地消失了 门外数千只恶鬼 一个个流露出了 惊恐的表情 瞪着不可置信的眼睛 望着别墅里面 朱许诺更是吓得咽了咽口水 瘦弱的身体在我的身怀中瑟瑟发抖着 说道 建青哥哥 那那是什么声音 我望了一眼金家别墅的方向 又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腰间挂着的鸳鸯狮 说道 是狮吼声 非常非常厉害的僵尸 是我的妈妈吗 就在我话音刚刚落下的时候 朱许诺突然说道 听到朱许诺的这声问话 我愣了一下 一时间竟是无法回答 应该不是 我说道 朱许诺这才松了一口气 继续问道 那是谁 之前我听金和他们 说要复活什么老祖 你妈妈怎么可能是金家的老祖呢 我说道 复活老祖朱许诺愣住了 脸上满是惊讶的表情 随即突然间又变得失落了起来 低声喃喃道 要是能复活 我妈妈就好了 嗡嗡嗡 就在我想着 要去员工楼 找林建石问问金家到底有什么秘密的时候 我口袋中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将手机掏了出来 手机来电显示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僵尸头像 血色月光下 虽然这僵尸再可爱 还是把我吓了一跳 我接通电话后 电话那头瞬间传来了一声稚嫩焦急的声音 皮剑青 我是冻儿 我问你 刚刚你的失灵是不是响了 先前冻儿因为我冤枉 他挖奶奶棺材的事情 他负气走了 没想到他在这个节骨眼 竟然会给我打电话 这倒是让我十分的意外 我问你 刚刚是不是你的失灵响了 见我不说话 冻儿提高了几分音量 呵斥道 是 是 是我瞬间就被冻儿的气势给震住了 连忙回答道 冻儿继续问道 刚刚那失灵的响声 是不是三长两短 随后又变成了两短一长 刚刚那失吼声那么响 我哪里记得那么多 就如实回答道 没听清楚 冻儿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骂了一声 该死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都没有听到 还好我听清楚了 我身上磁灵的声音 绝对是三长两短以后 又变成了两短一长 六小时同和我说过 鸳鸯失灵是九师门的魁宝 总共两个 能够互相感应 所以冻儿能够听到 我这里的情况 接着冻儿无比严肃的 冲着我说道 皮剑轻 你听清楚了 无论你现在在哪里 赶紧逃 千万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逃 我抬起头望了一眼 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恶鬼 刚开始我的天一看病的计谋 没有被识破 确实可以跑 可是现在 我还怎么跑 为什么要跑啊 我心虚地问道 人怕三长两短 鬼怕两短一长 你的尸灵两种声音都响起了 就说明今晚此时 你那里将会有尸王级别的僵尸出世 冻儿认真严肃 以及无比担心地说道 快跑 我手机快没电了 跑就是了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984章 要我说 师女冻儿对手机电量把握还挺准 她的话音刚刚一落下 手机就关系了 从电话那头传来了嘟嘟嘟的声音 怎怎 怎么办 我身边穿着白裙 留着一头齐肩黑发的朱许诺 满脸担忧地望着我问道 冻儿作为酒师门 现任姚玲的 能让他如此害怕的僵尸 一旦僵尸肯定不是我能够对付的了的 可是外面乌鬼树上又藏满了恶鬼 跑出去肯定也不是一件现实的事情 现在唯一能做的 恐怕就是先找出来那僵尸来 在那僵尸出世前 提前阻止他了 走 去员工楼 一号房间 金家要复活什么老祖 原本我不想管的 可是这事已经危及到了 我和朱许诺的性命了 我不提前介入也不行了 我说完以后便伸出手 拉着满脸不解的朱许诺 朝着金家原宫楼的方向跑去 朱许诺一边跟着我跑 一边问道 建青哥 我们去哪里 去找一个人 那个人或许能够帮我们 躲过今晚的劫难 说话间 我们就跑到了 位于金家别墅西侧的原宫楼 到了原宫楼的前面 朱许诺望着这七层多高的楼房 眉头就皱了起来 说道 这金家怎么能让西边的方子 比东边的别墅高呢 宁可青龙高万丈 不让白虎抬头望 风水学上 青龙在东 白虎在西 这句话的意思 是宁可让东边的方子高一些 也不能让西边的方子 盖过东边的房子 风水学上有一种说法 西边的房子 要是比东边的房子高的话 是不利于东屋子 孙和后代繁衍的 我早就看出来了 金家院子里面的建筑布局 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金家的问题 多了去了 我也就没有点出来 望着满脸疑惑的朱许诺 我说道 金家里的风水布局 完全和大道乾坤反着来的 你反着看 一切就正常了 啊 初来乍到的朱许诺 听到我的这句话 惊讶地张开了嘴巴 站在楼外的我 大概分辨了一下 大楼里面的房间方位后 就拉着朱许诺 来到了别墅左手起的 第一个房间 别墅左手起的 第一个房间门牌上面 写了一个一号房 借助着色的月光 我能够看到 这间房门是虚掩着的 并没有关上 见清哥哥 怎么其他的屋子门都关了 就这间房间的门是半开的 是有人在等你吗 紧拽着我手臂的朱许诺 抬起头望着我 开口问道 不知道 可能是吧 先进去 我回头 朝身后望了一眼 隐约间看见 别墅的方向人影婆娑 好像这别墅里面 也有很多人 在来回地跑动着 我先进到屋子以后 就快速地 将朱许诺也拉了进来 然后将房门给关上了 随着房门一关 屋子里面 顿时漆黑一片 就连半点的月光 都无法透进来 大 随着黑暗之中 大的一下响起了一声 手电开关的声音 朱许诺就打开了手电筒 屋子刹那间变得明亮了起来 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985章 原来这间房间是有窗户的 只不过这房间的窗户贴满了明星海报 没留半点缝隙 让任何光芒都找不进来 我找到了墙上的灯光按钮 把房间的灯打开后 房间里的一切都变得清晰了起来 这房间不大 类似于商业区的公寓楼 进门是现代化的厨房和一间卫生间 里面则是睡觉的房间了 房间里面很干净 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就连被子也叠得像是豆腐块一样 没人啊 朱许诺疑惑地问道 我也是十分的疑惑 林建石明明告诉我 想要知道金家的秘密 就晚上11点来一号房间找他 可是这一号房间却是空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 我又仔细地扫了一圈这房间 房间的墙上贴满了金灿儿的影 是海报 从金灿儿小时候到现在的 几乎涵盖了金灿儿所有的年龄段 看来这林建石是金灿儿的忠实粉丝啊 望着这满屋子的海报 我又想起了今天白天 林建石给金灿儿情书时 那扭扭捏捏的样子 这里有本日很快 新戏的朱许诺就有了发现 他在房间的一个书桌抽屉中 找到了一本打开的日记 我看看 我走到了朱许诺的身边 将日记放在了桌子上 仔细地翻阅了起来 林建石的字歪歪扭扭的 像是鬼话陶服一样 不是很好看 但也算是端正 整篇日记之中 记载了林建石和金灿儿相识相知到暗恋的经过 原来两人年龄相近 在小时候是形影不离很好的玩伴 但是随着两人年纪的长大 林建石常常受到老一辈的告诫 要让他有上下级观念 渐渐的林建石和金灿儿就变得陌生了 看到这里 我想起了少年润土的故事 这日记里的林建石倒是有几分像少年润土 后面日记里 记载着的都是林建石对金灿儿的相思之苦 以及被古代根深蒂固观念的束缚的痛苦 林建石在日记中自诉自己出生卑微 是郑红旗之人 配不上郑黄旗的金灿儿 正因为如此 所以林建石不敢表露任何对金灿儿的情愫 只能每日里偷偷地跟在金灿儿的身后 暗地里保护金灿儿 我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赫然看到了一句话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 当我看到这话的时候 不由地愣了一下 想起了今天白天我和林建石的对话 我让林建石为了爱情不要顾忌那么多 看看人家牡丹亭里的女主人公 而林建石却是恐笑了一声 回答道 你说的那什么牡丹亭 是明朝的戏剧吧 我轻人不看明信 现在这日记里记载了这句话 就说明林建石已经突破了自己的思想禁锢的 只要突破了思想禁锢 他便可以大胆地追金灿儿了 想到这里 我由衷地为林建石感到高兴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感受到了身边来自朱许诺的颤抖 怎么了 我放下日记转头朝着朱许诺看去 只见朱许诺的脸上毫无血色 一双美丽的眼睛正惊恐地盯着公寓的门后面看着 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九百八十六章 看到朱许诺这个样子 我的心就沉了下来 顺着他的目光朝着门口面看了去 灯光下 一道人影落在了门后面 我顺着地上的影子 抬起头朝头顶看了过去 顿时间全身鸡皮疙瘩就冒了出来 只见门后面大约两米多高的地方 正吊着一具穿着白色衬衫的尸体 尸体正对着我们的方向 舌头微土 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瞪着我和朱许诺看着 林剑石 我一眼就认出了掉在门后面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林剑石 吊死的林剑石似乎还有意识在 他愤怒地望着我和朱许诺 似乎在为某件事情生气一样 我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问题肯定是出在日记上 活人都不会让别人轻易看自己的日记 更何况是死人 对不住了兄弟 想到这里 我连忙就将桌子上打开的日记本给关上了 轰 日记本刚一关上 只听轰的一声 那日记本就自燃了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化成了灰烬 阴风吹过 带走了灰烬的同时 也带走了林剑石这一生对女孩金灿儿的撕裂 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别的原因 日记本变成灰烬以后 我感觉吊死在门后的林剑石目光也不再那么的凶狠了 这 这 这人 我见过 就在我心里疑惑间 朱许诺突然开口说道 嗯 听到朱许诺的这话 我十分的意外 回头朝着这女孩望了过去 我们在别墅外面 差点被恶鬼时 就是这个人 用雷火旗冒充天罚 砸中的那黑鬼 朱许诺说道 是吗 我无比的惊讶 抬起头重新看向了门后面吊着的林剑石 这么说的话 不久前是林剑石救了我们 快 剑青哥 别愣着了 把你朋友取下来吧 你朋友吊在那里 看起来让人渗得慌 朱许诺声音有些害怕的说道 哦哦哦 我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跑到了林剑石的身边 双手抱着林剑石的腰 将林剑石从那麻绳上取了下来 放下林剑石的我 第一时间掐了掐他的脉搏 可惜的是 他的脉搏早已没了跳动 从他脖子上的肋痕 我能够判断出 林剑石已死半个小时了 奇怪的是 林剑石虽然死了 但是他的尸体并没有变得冰凉 相反 他的尸体温热无比 要不是我精通医术 差点还以为 这家伙还活着 我让朱许诺转过了身去 拉开了林剑石身上的衣服 仔细地检查着 林剑石全身上下 在他的身上 我没有发现任何的伤口 也就是说 明林剑石不是被人害死的 而是自杀而亡的了 剑青哥 这人都已经死了 还有谁来给我们 解开金家的谜团啊 朱许诺望着地上 林剑石躺着的尸体 一双美丽的眉头紧紧地皱着 开口问道 我心里也很是疑惑 林剑石明明约好了 我十一点来这里找他 说会有人带我去找高队长的尸体 可是那人呢 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987章 我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道 朱许诺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看着我说道 剑青哥 反正现在也没有下一步打算了 你把这两天 在金家发生的事情 和我说一下 或许我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找到你说的 那个金家老祖 我点了点头 就和朱许诺 在房间找了两个凳子坐了下来 开始和朱许诺 说着这两天的事情 从金家每天死一个 五行不同的人 再到我看到 胡慈敬的煞灵 再到胡慈敬 就金灿儿 最后到金家 没有五行熟火的人 金灿儿是谁 你说的应该是金炎儿吧 听到我的话 朱许诺满脸惊讶地望着我 问道 我就把金灿儿 和金炎儿姐妹花的事情 告诉了朱许诺 并让朱许诺一定要保密 朱许诺点了点头 说道 放心吧 我妈妈是金家的人 我不可能做对不起 妈妈家的事情了 说完 朱许诺的一张美丽的脸蛋 充满了愁云 在思索着我 刚刚和她说过的金家的事情 翻想 朱许诺说道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关于煞灵的 什么问题 我知道朱许诺又发现了线索 顿时正金危坐了起来 抬起头望着朱许诺问道 朱许诺进一步说道 煞灵是由主人的煞气和鬼气组合而成的 也就是说 你说的 亥金灿儿的那个煞灵 是由我妈妈的煞气和鬼气组合而成的 这点没有错吧 我点了点头 说道 朱许诺接着说道 竟然煞灵是由我妈妈的煞气和鬼气组合而成的话 那么煞灵就应该受到我妈妈的控制 可是你刚刚说了 我妈妈并不想害金灿儿 而且还保护了金灿儿 这就矛盾了 难道说还有第三个人控制住了煞灵 我望着朱许诺问道 朱许诺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不可能 不可能存在第三个人直接操控煞灵的情况 要操控也是间接操控 说到这里 朱许诺的脸上露出了一阵深深的愁容 说道 也就是说有人控制住了我妈妈的尸体了 啊 为什么不是控制住了阿姨的鬼魄呢 我惊讶地望着朱许诺 问道 朱许诺摇了摇头 说道 你刚刚都说了 我妈妈的魂魄是在保护灿儿的 所以只有可能有人控制了我妈妈的尸体 我早就怀疑有人在胡慈敬尸体上动了手脚 听完朱许诺的这话以后 我更加的坚信了我的这个想法 糟了 就在我思索着胡慈敬尸体的事情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金家 现在还缺一个五行熟火的人没有死 而我面前的朱许诺不正是五行熟火吗 许诺 你得躲起来了 我把我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 朱许诺先是吓了一跳 接着很快又变得冷静了下来 说道 金盒是我的舅舅 我相信我舅舅不会害我的 人心叵测 现在金家就却一具五行熟火的尸体了 还是小心点得好 我担忧地说道 朱许诺没有回答我的话 而是死死地盯着地上林剑石的尸体 然后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我 我 我好像看到他的尸体动了一下 第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988章 林剑石的尸体动了 试变了 听到朱许诺的这话 我猛地低头朝着地上的林剑石看了过去 和之前一样 脖子上有着一条深深乐痕的林剑石 正静静地躺在地上 没有看到有什么异常 我就安慰着朱许诺说道 人刚死 由于神经放松的原因 动一下很正常 朱许诺点了点头后 从林剑石尸体上收回了目光 转头看着我说道 你有没有发现林剑石这个名字十分的奇怪 我早就觉得林剑石这名字很奇怪 毫无任何的特色 他这名字太有特色了 朱许诺接下来的话让我愣住了 我抬起头望着他 说道 哪里有特色了 朱许诺便抽丝包茧地 帮我解答道 按照阴阳五行来看 林属木 剑属金 石属土 林剑石名字之中 阴阳五行占了三个了说明 他命中缺金木土 命中缺金木土 我似乎想明白了点什么 瞳孔不由地放大了起来 望着朱许诺说道 这么说林剑石五行之中 不缺水火了 我话刚一说完就想起金家乃大清之后 清朝国运为水 林剑石是八旗子弟 生下来五行之中就天然带水 如此一来的话 一切都说得通了 这林剑石五行之中一定有火 我又把金炎儿之前 发给我的金家名单看了一遍 仔细一看 我便发现这名单上 林剑石生辰那里 明显被人为的图改过了 而且是很早很早 之前就图改过 通了 一切都通了 想明白了这点 我如醍醐灌顶一般 头脑瞬间开窍了 瞬间就想明白了林剑石之前 各种怪异举动 林剑石之前 之所以会一路跟踪高队长的尸体 是因为他早已经知道了 自己可能也会有 变成高队的这一天 所以他想在活着的时候 跟着高队长的尸体 想看看高队长到底去了哪里 只是有一点 我实在想不明白 林剑石明明隐藏的十分的深 明明已经可以 躲过被害死的厄运了 为什么还要选择自杀呢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 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朱许诺一双美丽的眼睛 静静地望着我 轻声地念叨 林剑石是为情而死的 他应该跟着高队长的尸体 看到了什么 所以甘愿为情而死 哎 知道林剑石是为情而死以后 我心里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就朝着林剑石的尸体 重新地看了过去 让我感到无比意外的事 刚刚还躺在门后面的林剑石 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人啊 我抬起头朝朱许诺望了过去 只见朱许诺瞪着大大的眼睛 伸出手指着我的身后 我已经感觉到了什么 缓缓地转过头 朝着身后望了过去 这一看 我就吓得直接抱住了朱许诺 只见脖子有着一道 深深乐痕的林剑石 舌头微土 眼睛暴突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咋是了 抱着朱许诺的我 吓得尖叫了一声 朱许诺也没想到 我会吓成这个样子 先是愣了一下后 然后拍了拍 我的肩膀说道 别怕 林剑石好像没有 要害我们的意思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989章 听到朱许诺的话 我又朝着林剑石 看了过去 果然只见林剑石 向我招了招手 迈开了脚步 就朝着门外走了去了 原来林剑石 白天和我说的 自然会有人 带我去找高队长尸体的那个人 不是别人 就是林剑石自己 不过是已经死了的林剑石 又一个谜团解开 我久久的回不过神来 林剑石刚死不久 所以走起路来 并不是那么的僵硬 但又不像是正常人 总之十分的奇怪 走 跟上去 反应过来的朱许诺 就跟了上去 我走了两步以后 然间发现 小皮球不见了 就回头 朝身后看了过去 我的身后 空空荡荡的 小皮球 并没有在 小皮球呢 见朱许诺 跟着林剑石 出去了以后 我担心朱许诺 有什么事情 也连忙跟了上去 然后问朱许诺 说道 进屋子的时候就跑了 别担心 小皮球速度敏捷 智商超高 不会有事的 朱许诺说道 这点倒是事实 猛兽和人类比起来 在速度这一块 还是有着碾压的优势的 加上小皮球智商 还算可以 恐怕就算 我和朱许诺出事了 这小皮球也不会出事 就这么停了片刻 前面林剑石的尸体 就已经走出了十几米开外了 血色月光下 林剑石那走一步 摇一下的身体 看得让人全身毛骨悚然 而林剑石尸体要去的方向 赫然就是别墅所在的方向 难道金家这些天死去的人 哪里都没有去 就在金家别墅里面不曾 想到这里 我全身汗毛不寒而栗 剑青哥 你怎么一不三发呆呢 快跟上啊 朱许诺见我又在发呆 拉了拉我的手 说道 哦 来了 回过神来的我 就快速地跟上了林剑石 几分钟后 林剑石的石头 就大摇大摆地 从别墅的大门 走了进去 快 我知道 别墅一楼大厅之中的东西多 如果不及时跟上的话 可能就跟丢了 进了别墅一楼大厅 朱许诺啊地发出了一声惊呼声 差点摔倒在地上 还好我及时出手 搀扶住了朱许诺 稳住身形的朱许诺 满脸疑惑地 望着这血色月光之中的一楼大厅 大厅之中布满了冰霜 这冰霜比我刚刚离开的时候 还要厚了两三公分 这里面怎么这么多冰 朱许诺抬起头 满脸意外地望着我 说明这里有大凶物要出现 搞不好就是冬儿说的那尸王 我说完 转头朝着林剑石 看了过去 站在一堆柜子前的林剑石 在环视了大厅之中 环视了一眼 似乎在分辨着方位 林剑石会去这里 不等林剑石迈开脚步 朱许诺便伸出手 指向了南方的一个柜子 说道 果然朱许诺的话音刚刚一落下 我便看到林剑石那开始有些僵硬的尸体 朝着朱许诺手指的一个柜子走了过去 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九百九十章 看到这里 我满脸惊讶地望着朱许诺 开口问道 你怎么知道林剑石会朝南边走 朱许诺得意地说道 五行都是有方位的 东方为木 南方为火 西方为金 北方为水 中间为土 你不是说金家摆了一个什么三令五行阵法吗 林剑石五行属火 肯定就是朝南方的柜子走了 我们说话间 林剑石的尸体就已经走到了那个柜子前 只见林剑石的尸体围绕着柜子转起了圈圈来 血色月光下 满脸惨白的林剑石这番动作十分的怪异 看得我的心里有些发毛 林剑石的尸体大约围绕着黑色的柜子转了三圈以后 就停了下来 停在了这柜子的背面 我之前就观察过这柜子 这黑色的柜子正面是一面面的玻璃 而柜子的背面则是一面光滑无比的木板 而柜子的四个脚都像是打地桩一样 深深地陷进了大地之中去的 这林剑石到底想要做什么 望着站在柜子背面一动不动的林剑石 朱许诺终于忍不住了 转头望着我问道 再等等吧 答案应该马上就要揭晓了 我紧紧地望着林剑石的尸体 开口说道 月光透过格子窗户 打在了林剑石那毫无血色的脸蛋上 在他的脸蛋上落下了一个梅花印子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梅花印子了 隐约间我有一种感觉 这这梅花印应该是一个什么机关 我和朱许诺等了有十几分钟 那林剑石都没有丝毫的动静 这让我感到十分的奇怪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厅里面的寒气越来越重了 哪怕是五行熟火的朱许诺 也开始有些受不了这寒气 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怎么这林剑石还站在那里 就在我也开始有些不耐烦了的时候 忽然间发现之前 落在林剑石两上的那朵梅花印 又移到了柜子上 并且那红色的梅花印散开成了七个点 落在了黑色柜子七个不同的地方 看到这七个红点落下的方位后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七个红点就像是我老家 钉在棺材上的七个棺材钉一样 七个红点和七根钉棺材的子孙钉的方位一模一样 这哪里是什么柜子 这分明是一口棺材 一口树在金家别墅大厅之中的棺材 树冠 朱许诺很快也发现了 这落在柜子上的红光布局 他也满脸惊讶地转头 朝着我看了过来 满脸惊讶地说道 咚咚咚 那七个红点出现了以后 站在前面不动的林剑石 终于有了下一步动作 我看到他抬起惨白的双手 朝着棺材板上的那七个红点的位置 快速地拔了过去 那动作赫然就像是 在拔着棺材钉一样 咻咻咻 林剑石拔红点的时候 确实有一股股的黑气 从那红点的位置窜了出来 最后消散在了大厅之中 吃气钉 看到这里 朱许诺惊讶地张开了嘴巴说道 所谓湿气钉 就是以湿气化作钉子 钉在棺材板上的 这种湿气钉的好处在于 钉子钉下去以后 除了湿钉者 没有任何的人 能够打开这棺材盖子 啪哒 湿气钉被林剑石 给拔除了以后 那柜子后面的木板 啪哒一声就掉落了下来 不 准确地说 是棺材盖子掉落了下来